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这场俄乌战争 其实美国在旁边好像不断的 现在又要把这个战事持续拉大 拉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要把中国也绑进来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拜登 他是有先宣布了说我们要再加大制裁 对于俄罗斯油气煤我们要来禁止 可是对于欧盟来说的话 可能人家的负担就比较重了 因为你看看欧盟 他们的能源30% 石油是从俄罗斯进口 40%也是从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特别你看看其他国家 他们的占比来说的话 这边还有更清楚的图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 他们依赖程度还不一定 有的地方还依赖到百分之百 像是斯洛伐克 或者是这边德国波兰 他们其实依赖程度更高 所以当这个华府 独自要来制裁这个恶油的时候 美国的媒体都在讲说 我们看到西方对抗普丁 出现了重大的裂痕 怎么说呢 因为马上德国就say no 就说我不跟你一起这样子玩 这对我影响太大了 我依赖他们已经到了百分之三十 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把我的能源跟你这样子一起玩下去呢 所以你不要自己这个拜登你这样喊得那么大声 那好 再来这边 你看到这个西方国家好像已经这样子 大家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 大家好像没有要跟拜登一起跟进了 就算是英国或是欧盟他们也说 我们分阶段我们慢慢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味道 那好吧 那美国现在把矛头指向了这个中国习近平 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中国跟俄罗斯 是不是绑在一块呢 他们现在在讲 他说如果你中国不对俄国来制裁的话 美国将要采取措施 我们要来反制中国 大家是想说 是联合国有说要制裁吗 还是你美国说了算 而且你怎么双重标准 你知道欧盟什么或是德国也没跟进你 你怎么没去制裁德国 怎么偏偏要冲着中国而来 还不止如此 你看到美国还跨党派16个众议员 还提案说独裁者法案 他们要干嘛呢 要来调查中国你到底在怎么样协助俄罗斯的 所以好像矛头不断的朝着这个中国而来 现在就是中国不想参与这场战争 都被迫要绑进来了 那我们看看布林肯他怎么讲 他说这个法案生效后90天内要提出说明报告 那大陆就要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样在协助俄国逃避美国制裁的 冲着这个中国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习近平也有跟马克宏和萧姿 有进行一个视讯 他是有讲到说其实各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 都应该得到尊重 而且应该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甚至是失控 那他其实这几天也有很多人去问赵立坚 就说你讲讲 这个俄罗斯算不算是入侵乌克兰 赵立坚就已经后来都很不耐烦 就说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 因为其实你看到好像这美国为首 就好像一直要朝着这个中国说 你要表态 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那昨天王毅也算是有一点松口 他说中国愿意就乌克兰的问题 展开必要的一个斡旋 那我们来看 其实现在这个美国的中情局长就提醒 他说他讲什么 他说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境遇 让习近平很困惑 人家一看想说 你这是在搞离间吗 在离间中俄吗 他说因为中国对于普丁 一下子把欧洲跟美国拉近 有一点点不爽 所以他就讲说 其实中国现在跟俄国之间 也有矛盾存在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我们其实看 实际上是怎么样 这个你看土耳其的动作 土耳其总统跟普丁通话 他说我们土耳之间 可以用人民币来展开贸易 现在显然好像中俄 甚至是土耳其都加入 已经变成一个 人民币联盟 是不是要来对抗 这个美国这些制裁的力量 我们先问杨老师 你知道吗 我其实很惊讶 拜登去年1月20号上来 可是你看 这个上来的拜登政府 整个把今天的世界 搞成什么样子 你看看阿富汗撤军 到现在中东的情势 还是非常严重人道危机 这个乌克兰战争 美国没有责任吗 美国连近期都说 他不是旁观的 这个无辜的旁观者 根本他就是 美俄之间的战略的对抗斗争 发生在乌克兰土地上的战争 可怜的是乌克兰人民 然后拜登不断的喊战争来了 但是他放弃外交 从来不用自己的这个角色 在针对北约的问题 北约有一个条件 说如果要加入北约会员国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边境争议 乌克兰在2014年之后 多大的边境争议 你为什么还是去 在去年不断的高喊 欢迎乌克兰加入北约 你干脆去跟莫斯科去谈 说我们北约不会再东扩了 不就战争可能会 又做一个转变吗 不一定会发生 这是美国前最后一任 入住苏联的大使这么讲的 好吧 他现在只能用制裁 因为他不愿意派兵 怕死美国人 怕在卷入战争 所以他不断的制裁 制裁加制裁 没用没用还是没用 他就加大筹码 而且他计算过 因为俄罗斯出口到美国的原油 只占美国的需求的8% 然后他这么一宣布 是因为所有的国会议员 都觉得这个坏人 我们一定要惩戒他 这个没用 Sweet没用 他可以透过人民币 他可以透过卢布 全世界140个国家 没有参与美国的制裁 没有参与美国的制裁 只有西方跟美国跟澳洲 跟日本这些国家 而且美国国家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现在他就要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方式是为什么 他觉得其实可以让油价上涨 然后让美元跟外资 下到要赶快的回到美元相关的区域 跟标的做避险 所以美金会 外资会资金会回到美国来 那美国基本上它是出口国 原油跟石油跟千兰气的出口国 那只是少一部分 结果他打电话 在宣布这个东西 他打电话给沙烏地 阿拉伯 还有阿联酋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然后这两个政府不接电话 对 不接电话为什么 他就说你又不要把责任推给我 我不愿意扯到你们的制裁当中 欧洲国家当然不愿意 因为他们可能至少三成 甚至到全部的天然气跟原油 而且今天跟你原油 明天你就喊天然气会不会 是不是 那你会把这个全世界 搞得什么样子 美国人赚翻了 赚了这个战争财 但讲句实在话 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 不会因为这个战争财 进入到他们的口袋的 他们还是会面对通膨 面对这些经济的困难 那全世界更加严重 你再讲到 就是跟中国大陆这边 现在就出现了 这样子一个转机了 当王毅说 他愿意来做戊选 中国来做戊选的时候 我觉得是中国这边 这个习近平这边 打电话给这个 法德这两个元首 我们三个开始个视频会议 因为这个 看起来美国 要继续的杀下去 然后你这样杀下去 没什么用 你说普丁是个狠人 他真的是狠人 那你觉得他的地面 坐在那战争上面 他怎么会推进 他更加的激烈 现在只死四五百个平民而已 很抱歉我这么讲 但是如果他加大的轰炸 或者是说 更进一步的地面部队 进行城镇战 那死的人会不会更多 更大的人道危机 所以前天王毅这么说 昨天习近平就跟 就是这两个 法德的元首会面 现在所谓的和谈的机会 出来了 明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会在土耳其见面 我们就看这个会不会有这样改变 然后泽文斯基已经说了 他说他现在觉得加入北约 他也不是这么热心了 他也知道 回去他原来讲的话 一场梦了 然后他也说 克里尼亚跟乌东两个省份 或共和国可以讨论 所以其实逼着 美国没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从头到尾是美国在逼战 美国在设计 美国在不断的火上加油 是 大家都不乐见这场战争的发生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司令怎么看 对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现在除了军事战之外 紧接的是经济战 是人员战 很清楚的人员战 还有一个国际政治舞台的角力战 就是我们讲的政治战 你看现在已经都出来了 这个人员战 今天的原油一桶139美元 结果你知道这一次才 普廷讲了 一桶涨到300美元 因为他是第二大输出国 他现在控你那么多的石油资源 天然气也要相对上涨 所以现在变成经济战开始 你不买别人要买 因为没有办法 这是基本要的 这是我他基本的工业 人员是工业之母 你没有能源没有电 我怎么生产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 引发甚至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货币战都出来了 都变成货币 用人民币 这样整个美国国力会受伤 变成这个状况 当初的杨教授也有提到 当初的时候就让他们开展 今天的这个折仁斯基就有点错 就是说当初你们对我资源多少 我在对我的这个普廷 我在讲多重的话 你们不支持我 因为他现在美国没有在加码 美国现在在欧洲驻军只有7万人 我们知道美国在日本驻军 加上韩国驻军将近8万人 你驻军没有再继续加码 那就军事不介入 非常清楚 好 那现在变成我责任时机 单独对这个俄国大军 那我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去用 就刚才讲了 那我当初就讲了 不是就好了 先保全 先全军再破敌 你不全军 怎么破敌 自己已经损兵折将了 换成他这个状况则人时机 他这个 他这当初的政治的决策 是有很大的漏洞 当初的时候 他那时候 在虚一为宜 再以时间再换起空间 我将来的时候 再考量北约的立场 欧盟的立场 我在循序渐进 先加入欧盟 再加入北约 再这样一步一步 就不会刺丁 普廷 普廷总有一天会老 政权总有一天会轮替了 这个时候再出来 没有 现在把整个国力赔进去了 所以西方国家做了最坏的打算 挣钱的延续计划要出来 也就是所谓的流亡政府要出来 流亡政府出来能够干什么 因为 这个普廷一定服辱一个 这个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卫星国家出来 你这个流亡政府 能够发挥多大效用 你在国外拿到的钱 是不是要交回来 没有交回来 4000万的乌克兰人会怎么看你 我们百废待举 我们要花两兆 来这种建设都要 因为满目疮痍 两兆来复原 你结果你把钱拿走 我们怎么办 会变成这样子 大家会对哲伦司机 会产生更大的怨怒 所以一个 这样不可以运自战 运就是生气 你发运就是生气 主不可怒而心思 你当一个主人 最高的指挥官 你不可以发怒 我要打仗了 不可以 兵凶战危 一定要 国之大事死身之地 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结果他出不大 当然他是个远员 在他背后要有一个 很强的智囊团 你们把所有的意见 给我们讲 我博彩周知 查纳亚言 来做最佳的角色 怎么样为我乌克兰 4400万的人民负责任 争取乌克兰最大的国家利益 我要怎么样跟这个普廷大帝 因为普廷这个人 是共产党出来的 魔性跟人性 有的时候魔性比人性高 你对这个魔性比较高的人 你不能拿普通的人性去评估 你拿普通的人性去评估 你就错了 你的战略上就错误了 所以这个东西 国之大事要靠智慧 因为毕竟小国要靠智慧对大国 不能以利取胜 一定要以智取胜 但是他问题走到这个地方了 现在就是说 什么状况之下 什么样的决策跟方式还有途径 找哪一个人进来 能够让我的损失降到最低 早点结束 不然哀哀声名 森林涂炭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是要怎么样去收尾 对乌克兰来讲 是对他的国家最有利的 时间关系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汉庭 美国要大陆去谴责 很显然是挑拨和分化中俄关系 大陆也不傻 所以唇亡齿寒的道理非常清楚 而大陆长期以来 已经讲了很多次 就是人道援助的话 是非常乐意的 但关键是要尽速取得和平谈判 双方尽快停火 然后坐下来 取得一个建构一个 能够均衡长期有效稳定 又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所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在这两天跟法国 跟德国元首会面的时候 讲的也是一样 而且习近平讲的时候 法德两国元首还频频点头 觉得挺有道理 习近平说 中方支持法德两国 从欧洲自身利益 及战略自助等出发 这就是关键字 什么意思 就是说法德两国欧洲 你们想一想 不要跟着美国瞎搅祸 你们说好的战略自主 你们不是要自己当家做什么 怎么整天跟在美国屁股后面 想想看 俄乌冲突至今 美国有得力 然后俄乌双方各自有得有失 但是最有失的就是欧洲 啥好处也没得到 但反正烂摊子一堆 首先200万的难民 已经进入到其他国家地区了 而欧盟的代表讲说 接下来总共会有500万的难民 先前2015年的中东难民问题 让欧洲已经搞得够呛 这一次乌克兰的难民 显然也会影响到欧洲 各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 就是能源价格的上涨 石油跟天然气已经涨翻了 在过去欧洲假设一天是花 一亿元像俄罗斯 一亿元买能源的话 那么现在可能一天要花 7亿到8亿的这个钱 然后去买7 8亿的价格上涨 好了 问题是 那么这些上涨的价格 谁赚走了 那当然是石油商跟天然气厂商 那美国的石油商 跟美国天然气厂商 当然就赚大钱 所以美国得利 欧盟不利 这次欧洲要思考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要忙回来